七国领导人相继抵达日本 展开为期三天的G7年度峰会 今年的东道组 日本首相安庭文雄 率先与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领袖 进行双边会谈 一大关注焦点 就是中共对各国的经济胁迫 点开日本外务省官网 刊登的双边会议摘要 日本与各国领袖 都有谈及处理围绕中国的各项问题 英国与日本乐见英日 在半导体、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进展 并同意在经济胁迫等 经济安保议题上深化合作 而美日强调保护关键技术的重要性 同意在量子、半导体等领域扩大合作 而日本众议院议员松元仁 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乐见G7国家反制经济胁迫 和伙伴国家组新供应链 为期三天的G7峰会将在21号闭幕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七国集团的谈判人员正在起草一项联合声明 承诺支持被经济胁迫的国家 而峰会预计将产生另一份 关于应对经济胁迫的实质方案文件 新唐人亚太电视直接李赵婷玉 整理报道